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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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玩的朋友都很多东北人 所以就 就是没有办法 被好友和网友调侃为成年猛虎的王源 最近还被拍到带着超可爱的小发卡出来影片 在粉丝们的尖叫声中 这只蹦跶着下台阶却被搬了一下的猛虎 你们爱了吗 希望钢戈王源可以考虑一下 发送一段带着小发卡说东北话的福利视频 两大萌点结合 粉丝们一定会幸福到云雄 昨天也许是学生追星党的天选之一 爱多小哥哥们纷纷空降校园 有人在北京理工大学 偶遇了杜海涛带着Next的几位小哥哥在录制新节目 热情活泼的小哥哥们还跟路边的一个外国妹子寒暄起来 秀了一波漂亮的英文口语 让而追星女孩们还没欣赏够小哥哥的美颜 剧情就急转直下 有北理工的同学爆料 他们在突袭学校健身房时 被铁面无私的保安大哥撵出来了 这乌龙反转太爆笑了吧 除了北理工的同学们有福利 昨天北京民族大学的同学们也幸运地在寝室楼下邂逅了范澄澄 小哥哥真的酸了 你们呢 其他学校的同学们不要急着吃柠檬 好好在学校里努力学习 没准哪一天你们的爱豆就会在寝室楼下跟你们say hi了 在最新一期《我和我的经纪人》里 一向又刚又霸气的张雨琪却突然泪崩让人心疼不已 在我们的节目里张雨琪也超暖超软地跟我们聊了 她和经纪人杨天真的相赖相杀日常 甚至还把杨天真比作了宣传界杨贵妃 快跟头条军一起去听女神的悄悄话吧 冰棒来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雨琪 最新一期的《我和我的经纪人》中 一向霸气的张雨琪因路人质疑而几度泪崩 真是让人好生心疼 头条军也想像她的经纪人小雅一样 给予七姐一个爱的抱抱呢 当然张雨琪也是超sweet 接收到团队的温暖和关爱后 立马在我们的专访中真诚地表达起了感谢 当你遇到一些困难和困境的时候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支撑 哪怕是陪你聊上两分钟的天 然后你会觉得对你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陪伴 崩溃大哭时能给你家人般的支撑和陪伴 张雨琪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神仙同事了 不过话说回来 温暖的一心娱乐大家庭中 也有爱之深则之切的挫折教育 就拿让张雨琪直面路人的文尊狠战术来说 大概也只有和她相爱相杀的杨天真才能想出来吧 我们俩人最近会相爱相杀那种感觉 就因为我跟思维是认识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有很多东西的想法还是挺像的 然后当时也有困扰 就是如果在一起可能会 可能会互相彼此很喜欢 也可能会互相彼此很不喜欢 但这两种度都是比别的跟别的经纪人都要强烈的 真的很像一个金元宝 就很想拥抱你 需要把劈成仙人奖吗 那为什么不能给一个真的仙人奖扎一下 其实啊 所谓的相爱相杀 本质上还是爱多于杀 别看张雨琪嘴上说签约一心是一次大胆场试 但凭嫁起杨天真来 可是掩饰不住的欣赏和心疼啊 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 她好像就是宣传界的杨贵妃 我觉得她的问题 也是在经纪人中 可能是太过于真实 表达自己的一个人了 跟我的问题有点像 所以会同样的 就是受到喜爱 和受到匪夷吧 都会有吧 就我们都太真实了 艾玛这惺惺相惜的感觉 真的是老板和艺人的关系吗 张雨琪用实际行动告诉你 不是 现在的她们已经处成了好朋友 担心杨天真的身体状况 还想保护她的张雨琪 真是闺蜜力爆棚呢 你会觉得说 她有需要你保护的地方吗 有需要 她自己的个人生活 包括和身体状况 都非常的不怎么好 她经常的 她身体状况是压力挺大 常年造成她有很多的问题 还是希望以后再多跟她聊一下 就希望她能够好好照顾自己身体 希望张雨琪和杨天真 都能调整好身体和心态 我们还等着看张姐的新作品呢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是不是觉得一游未尽呢 那就赶紧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腾讯视频娱乐 这里有更多的娱乐资讯 等着你们翻牌 想要拿福利的挂友们 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在腾讯新闻客户端 参与请你免费看电影话题 就可以获得电影票哦 不要忘了 明天早上七点 咱们还是老地方见 拜拜 拜拜